很多人補鈣補營養 很多時都會想到飲牛奶 台大生物產業學系港師洪泰雄就說 其實比起飲牛奶 豆漿的營養價值更高 而且含鐵量是牛奶的25倍 另外加上不飽和脂肪酸 大豆造金 伊旺痛 卵倫脂等 數十種對人體有益的物質 可以降低壞膽固純水平 有助於乳房心血管疾病 可以抑癌和致癌 尤其兌胃癌、腸癌、乳腺癌有其效 大豆的腺脂纖維 亦有助於出進腸道蠕動 乳房便秘 加上大豆蛋白質 是優質的蛋白質 消化的時間比較長 可以令人感到飽足 達到減肥的效果 雖然豆漿擁有這麼多好處 不過也不是人人都適合喝 例如腎臟功能不好的人 豆漿含有一定的鈣 甲等的抗物質 可能會增加腎臟負擔 而大豆裡面含有物質 可以干擾甲狀線的功能 所以有甲礦的人 就不適宜飲用過多的豆漿 另外 大豆裡面 含有一些植物的刺激素 對於身體有荷爾蒙依賴性疾病 好像乳腺癌 子宮內膜移位的人來說 可能會對疾病產生影響 而豆漿裡面 含有一定的脂肪 對於脂肪肝患者來說 可能會加重病情 最後 有些人可能對大豆蛋白質過敏 如果有懷疑 建議可以做過敏測試確認 如果有什麼想法 有很多事情 我可以切一下